哈喽大家好 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呢 我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宣布 就是最近呢 我成立了一档podcast节目 也就是网络广播节目 叫做停有想法 那停有想法呢 其实算是一档时事讨论节目吧 因为每一期节目呢 我都会邀请一位朋友上来 根据时下的热点事件啊 又或者是热点现象展开讨论 那目前停有想法呢 在各大的podcast平台都已经上线了 大家可以去apple podcast写好 spotify google podcast等等 只要搜索停有想法就可以收听啦 那这里呢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订阅我们的podcast节目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停有想法 那影片正式开始 嗨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我是日婷 那今天这期影片的主题呢 是中国留学的Q&A 其实在我读大学的这几年期间呢 经常会收到一些学弟妹啊 又或者是网友私信来问我留学中国 又或者是报考中传的事项 那尤其是现在这个阶段 就是每年12月到3月的这个升学旺季 是最多人问的 那在疫情之前呢 我每一次放假回来 只要有时间有机会的话 我都会回母校给学弟学妹做一个留学分享 那现在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嘛 这个分享会自然就没有机会可以办 所以我就想说要不然干脆就做一个影片 来统一跟大家解答中国留学的一些问题 那其实这个主题呢 它涉及的范围非常的广 所以呢我会分成上下两期来发布 今天这期节目呢 主要是针对留学中国的一个概况 大方向的去给大家做解答 那今天的影片呢 篇幅可能会有点长 所以呢我会在进步条上面放上chapter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skip内容啦 那我先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我的情况 我就读的是中国传媒大学 修的是播音语主持艺术专业 目前已经大四楼 那我自己呢是读中生 在2016年高三毕业之后呢 就用同考成绩去申请 2017年的9月正式入学 所以今天的影片呢 我会根据自己的个人经验 还有我所了解到的资讯 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好首先第一个问题是 中国大学那么多应该要从何选起 那这方面呢我建议从三个方面入手 首先第一个呢是看中国的大学综合排名 这其实是比较笨拙跟比较肤浅的方法 但是呢如果你是在毫无头绪的情况下 这个方法是最方便的 因为一般上排名靠前的大学呢 它的综合条件包括石子啊 软硬体设施等等呢都是非常优秀的 所以排名越靠前的大学呢就越不可能会踩雷 那我是觉得如果单单只看大学综合排名的话 是真的还蛮肤浅的 所以这只是建议大家做一个参考而已 具体为什么呢我后面会细讲 那再来第二点呢是要看你的大学 有没有参与211和985工程 211和985呢其实是中国政府 针对一些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 去进行的一项重点建设 像教育培育计划之类的 那具体内容呢大家就自己去百度搜一下就好了 我这边就不会详细的去讲 那一般上有参与国家重点建设的大学呢 它的综合条件都是非常优秀的 参与211工程的呢一共有100所大学 那在这100所大学里面呢又有39所 是同时参与了985工程的 所以如果你的大学是211同时也是985的话 那么这个呢我们就叫做双一流大学 是重点大学里面的重中之重 所以大家在选择大学的时候 也可以从这方面去入手去衡量一下 再来第三点呢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 就是看科系的排名 在中国呢科系我们叫做专业 所以严格来讲应该是看专业的排名 那如果你是已经确定了自己有明确的方向 知道自己要往哪一个方向去学的话 你可以直接去搜中国XX专业大学排名 可以看一下你要学的专业里面排名靠前的大学都有那些 我就以我自己做例子好了 像中国传媒大学呢它是211也是985 而我们波音专业呢也是全中国排名第一的波音专业 但是呢来到大学的综合排名里面呢 中国传媒大学排在30名以后 这其实这个大学综合排名呢 它的考核范围是非常的广的 而我们学校呢是专攻在跟媒体相关的专业 所以一旦来到这个综合排名的考核的时候呢 我们学校肯定是不够清华北大他们来得那么的全面的 但是呢一旦涉及到跟媒体相关的科系 我们学校都是数一数二的 那这样子的情况问题就来了 我到底是要选择这个科系排名靠前的大学呢 还是要选择综合排名靠前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前面会讲 单单只看大学综合排名是比较肤浅的方法 要怎样申请中传呢 通过校友会吗 其实申请中国大学呢有几个渠道 可以通过董种又或者是留华同学会 当然你要选择自主报名的话也没有问题啦 但我个人是比较建议通过董种或是留华同学会这种升学机构 主要是有两个好处 第一点呢是在毫无头绪的情况下 我们不需要去大海捞针 一旦你有任何不明白的问题 有在申请上出现什么问题的话 这个升学机构可以直接跟你对接 然后帮你解决问题 再来第二点呢是我们只需要去准备好要提交的资料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资料交给校友会或者是董种 他们会一次性的帮你整理好了打包 送过去给学校那边去报名 就可以多一个人帮你解决问题 多一个人解答你的疑惑这样子 那据我所了解呢 董种和留华同学会其实是有限额的 如果大家想多投机所大学的话 其实可以尝试算管齐下 我当初也是这样子 我在董种报了两间 在留华同学会报一间 然后最后看有些大学给你offer 然后你再做决定 SPM考生必须上预科班吗 是 SPM考生不能够直接上中国的本科 也就是degree 要先上预科班 你可以选择上中国的预科班 又或者是在malaysia 据我所了解 像foundation, air level, stpm, diploma 的成绩呢 都是可以申请去中国上本科的 但是近几年呢 我不知道这个制度有没有改变 所以大家在咨询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 想问一下如果要读中国传媒大学的话 哪里的预科班好介绍 比如说是本地还是中国那里的预科 对,这边要讲一点是 不是所有的预科班呢 都能够上你想要的大学 因为有些大学的预科班是不允许你转校的 也就是说你只能留在他们学校读回自己那间大学的本科degree 所以这个呢就需要大家在咨询的时候问清楚啦 不要花了半年一年的时间上了预科班之后 自己想上了大学却上不到 还蛮可惜的 但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没有这个预科班的经验呢 也不了解这方面的详情 所以我就不方便推荐啦 如果大家真的有这个方面的需要的话 其实可以去咨询董总或是留华同学会 我相信他们都很愿意帮忙的 其实每间大学的学费都不一样 我现在呢只能够用我们中传的学费来给大家做参考 那在我们学校的话呢 艺术科的学费每年是两万四人民币 那按今天的汇率来讲 就是2月5号的汇率来讲呢 我看一下啊 两万四的人民币大概是马币一万五左右 那宿舍费方面呢 我们学校的留学生宿舍是按天算的 大房一天五十小房一天四十五 所以一个月三十天算下来的话 是人民币大概一千五左右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宿舍的一个大概的环境啦 是我在很多年前随手拍的 所以没有拍的特别好 那我们学校的宿舍呢 留学生宿舍啦 每一间房都会有独立的卫生间 然后在大概每两个楼层吧 就会有一个公共厨房 然后有洗衣机啊 公共的烹干机啊等等 然后我们宿舍的话 每一天都会有阿姨来帮你拖地和倒垃圾 然后每个星期呢 阿姨也会来帮你换床单 所以我觉得一个月一千五其实还蛮值得的 再来是怎样拿奖学金 其实在中国留学呢 还是有各种奖学金可以申请的 然后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奖学金 所以大家在咨询就报名的时候呢 一定要问清楚你的升学机构 什么样的奖学金可以申请 那到底是你要自己独立去申请呢 还是他们会帮你申请 或者是学校会自动根据你的条件发放给你 这些都要问清楚 不要错过了那个奖学金的申请 那讲到费用的话呢 大家可能会关心说 在中国留学可不可以打工 那打工呢 在中国叫做勤工助学 也就是只能够在学校的范围里面呢 做一些校员工来帮补你的生活费 是不能够长期去外面像咖啡馆啊 或是餐馆去长期办公读的 如果被抓到的话 很有可能会遣送回国 所以大家如果是在成绩方面不是特别理想 然后经济条件又有限的话 在咨询你们的升学机构的时候 一定要问清楚你的那间大学能不能够允许留学生勤工助学 要注意哦 是留学生能不能够勤工助学 因为有些勤工助学的机会呢 是只开放给中国人的 然后据我所了解呢 也不是每一间大学都有勤工助学的这个机会 所以你们在咨询的过程中一定要问清楚 那其实除了勤工助学之外呢 还是有很多三工part time job是可以做的 比如说活动的冲场啊 或是演一些califé临时演员啊之类的 这些呢都可以赚个几十到一百块的小小的零用钱啦 又或者说有一些专长的话呢 也是可以利用课余的时间接一些工作 比如说帮人家翻译啊 剪辑影片啊 设计啊 配音啊等等的这些 都是可以帮补你的生活费的 北京消费会很高吗 比起其他地方 一个月花费在北京是多少 你在中国的开销大吗 其实开销 日常开销的话 主要看你是在哪个城市 如果是一线城市的话 肯定费用就会比较高 像我是在北京嘛 妥妥的一线城市 日常开销就会稍微比较高一点 那我自己本身的话呢 我平时三餐呢都是外面解决 有时候是叫外卖 有时候是在食堂 那偶尔会自己把食材回来煮饭吃 所以我一个月算下来 我的费用包括吃和玩乐 有时候看电影啊 打车啊 或是跟朋友聚餐这些算下来 大概是在人民币1500到2000的这个range里面 所以这个可以给大家做参考 但是我觉得生活费这种东西是很看个人的 因为我一个朋友他是比较节俭的 他三餐都自己煮饭吃 然后开销也都比较省 他一个月的生活费大概是600块到800块人民币 他也活得好好的还绰绰有余那种 所以我觉得花费真的是看你自己怎样去理财啊 有的人拿着四五千块人民币一个月都不够花 有的人七八百块还绰绰有余 下一个问题 中国冬天很冷吗 算是吧 冬天的话主要是看你是在南方还是北方 北方的话平均温度会比较低一点 像我在北京的话 最低温可能是零下十几度到二十度 最高温的话可能不超过八度 那在南方的话呢 他的这个温度的数字 虽然说没有北方来得这么低 就可能十多度这样子 但是因为他们经常会下雨 所以还是蛮冷的 冬天会有暖气吗 暖气的话是看你在什么地区 一般上北方呢 冬天都会有供暖的 南方呢就没有供暖 所以很多南方的同学在那边上课的话 晚上睡觉啊什么 在室内也是要包到厚厚的 那我们在北京是有暖气的嘛 所以我们一般上在室内都是短裤短袖 有时候还会出汗的那种 北京雾霾真的很严重吗 想去北京留学 但听说雾霾很严重 有点担心 其实雾霾这个呢 对我是影响不大 因为我们多数都待在室内 都是宿舍又或者是教室 一般上我们都会减少在雾霾天出门啦 最多最多也就是从宿舍到教室的那一小段路 如果真的是无奈之下 一定要在雾霾天出门的话 就做好防护咯 口罩一定要戴 中国生活真的很方便吗 电子钱包那些 确实 在中国呢 其实生活真的很方便 你出去你根本不用怕忘记带现金 没有带身份证 你要担心的是你没有带手机 因为支付宝 微信支付那些呢 在他们那边技术已经很成熟了 很便捷 然后再来日常出行 可能搭公交 地铁 打车等等的 也是用手机刷卡的 所以在北京你要担心的是 你出门忘记带充电宝 然后手机还没有电 那对我来说 我自己认为在中国读书最大的方便呢 是外卖APP 真的是让你逐步出户都死不了的那种 最简单的就是三餐都可以用外卖 就在手机上解决 每天睡醒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点外卖 然后刷牙洗脸 护肤完了之后外卖就送到了 又或者是比如说今天冬天太冷 夏天太热 你懒惰出门 可是你又想买一点东西来回来自己煮饭啊 又或者是你的日用品没有了 其实也可以在外卖APP上面就可以解决 你可以买菜啊 买鸡蛋买番茄 它也可以送给你 又或者是可能女生要买一些个户产品啊 然后洗衣液啊 洗手液啊等等的这些呢 它们也可以直接送给你 再来最最最最最方便的是呢 你在生病的时候 你不需要特地出去买药 你只需要在外卖APP上面学哦 你可能要伤风药 可能要感冒药 然后要一个温度剂这样子 它们都可以送过来给你 所以我觉得这是最方便的 好 那关于中国留学的大体情况呢 就回答到这边了 影片是有一点点长啦 就谢谢大家耐心的看完 那下期影片呢 我会比较针对在中国传媒大学 播音系相关的问题去做回答 所以如果你是对中传 又或者是播音系有兴趣的话呢 记得留守我下期的影片 OK 那今天这个影片呢 到这边就结束啦 大家不要忘记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同时呢 也不要忘了打开小频道 这样就不会错过下期的更新啦 最后呢 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记得多多关注我的Podcast节目 挺有想法 那今天就这样 拜拜